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偷偷藏不住番外 第五十一集 就像做了一场梦 梦里颠缆导缝 第二天早上起来 桑志一脸迷惑 我怎么在这里 段嘉许细细解说昨天发生的事情 重点说了下桑志最久 两人车阵的是 桑志感觉做了一场梦 梦里还在颠缆导缝 原来是真的 小脸一红 抓着包就往外冲 段嘉许拿着早餐紧跟出来 芝芝 你去哪 我 我要去上课 你的车停在我公司楼下了 我送你过去 桑志在车上一边吃早餐 一边把身子缩着 段嘉许一边开车 一边看一下桑志 怎么那么可爱 害羞了 没事 没人看见 我们是夫妻 昨天不是喝了点酒吗 就比较放得开 那我以后不喝酒了 一喝酒就断片 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事都敢做 桑志没想到 自己能做出这么刺激的事 我觉得挺好的 挺可爱的 我喜欢 很热情 奔放 段嘉许一脸宠溺 对了 直指 我们公司最近开始轮流休假了 我想多陪陪你 你想去哪玩 我都满足你 哥哥现在赚钱了 不用替我省钱 桑志一听 格外高兴 总算没有陷在纠结里了 赚了 赚了多少 说出来让我高兴下 很多很多 可以养得起我们家纸汁 段嘉许看了看桑志 试探地说 也可以养个小孩 那我想想 晚上回去跟你说 桑志听懂了段嘉许的暗示 好 到学校 正好赶上上课时间 于心给桑志留了座位 于心 昨晚你什么时候走的 我跟陈俊文聊了会 看到你扶着段哥进房间休息 我就先走了 你早上才赶回来 是不是约会去了 桑志小脸一红 哎呀 就是回我们的新房了 赶紧转移话题 怎么样 昨天有收获没 于心顿时来了兴致 昨天我和陈俊文加了微信 在现场聊了会 后面回来又聊了好久 好像久别重逢的朋友 有聊不完的话题 真的好神奇 他说了一些话 对我也很有启发 他说不必受环境影响 被他们的目光推着往前走 生活是自己的 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就好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生活应该是多元化的 没有统一模板 我真的很感激他 我突然就悟了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忙着相亲 被人挑三拣四 感觉就像把自己贱卖一样 感受很不好 其实我也不是很急着想进入婚姻 但又害怕自己被剩下 跟别人格格不入 但越是交集 越是不能静下心和人相处 找不到幸福感 我突然就懂了 我想放弯节奏 慢慢来 等自己真正做好了准备 遇到真心相爱的人 心甘情愿地进入 于心突然小脸一红 凑到桑志耳边 我好像有点喜欢陈俊文了 穿上西装 戴着眼镜 有一种斯文败类的感觉 就想把他撕碎 你老公身边 你老公身边怎么都是精英男 之前是你哥 这次是陈俊文 我一下就被击中了 帮我问问陈俊文的情况呗 是不是单身 长大年纪为什么没结婚 桑志听着也替于心高兴 好 包在我身上 于心的一番话 也让桑志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看了一遍